我们在前两节的课程中 在Drupal系统的报告里头 已经看到了目前有新的Drupal核心的新版本 我们再重新来看一下这个讯息 来到工具列的报告 再来来到可用更新 稍微拉下来 他目前告诉我们Drupal核心呢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是7.0 而最近呢已经有两个版本出现了 一个是7.1 再来是7.2 而7.2呢是他目前所建议的一个新的版本 什么时候你要进行到新版本的更新呢 基本上如果你觉得你的网站已经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 不一定要进行更新 可是当你如果有看到安全性的更新的新版本出来的时候 这个代表说他可能解决了一些资讯安全的一些重大issue 这种情况下呢我会建议你赶快进行更新 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更新的动作 首先我们要先取得7.2这一个新版本 我们来到Drupal Org 也就是Drupal的大本营这个地方 就前面我所介绍的 我们可以直接拉到最下面来 在这边有一个Drupal Core 进来了以后再拉到下面来 接着呢把他的压缩档案下载下来 目前我已经下载下来的 就放在我的桌面上面这边来 下载了以后 我们要按照Drupal本身所建议的更新方式 来进行Drupal系统核心的更新 这一份更新的建议呢就放在Drupal的目录底下 因此呢我们先来把它打开 进来了以后 请你再打开upgrade.txt这一份文件档案 在这份文件中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也就是我们如何进行更新 在大约44列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miner versionupdates 这也就是说由小版本的地方 进行更新的一个步骤说明 所谓的小版本就是7.x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们现在要由7.0更新到7.2 这个由0到2的地方呢 就是一个小版本 如果你是由Drupal 6移动到Drupal 7 这个呢就是大版本的运动 小版本的运动我们叫做更新updates 大版本的移动我们叫做升级upgrade 这两个步骤呢其实是不一样的 关于这边的更新步骤呢 我已经帮你整理好成为一张投影片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投影片的介绍 现在我们来到了Drupal Core更新的步骤介绍 这一份资料呢是由刚刚所介绍给你看的upgrade.txt里头 所在压出来的 步骤方式如下 首先呢我们先让系统呢进入到维护模式 再来把原来的系统备份起来 备份一个系统呢包含有它本身的档案目录 以及它的资料库 另外这里是一个重点 请你把原来的系统中有移动到的地方呢把它备份下来 尤其是Size这个目录 我们在Size这个目录底下放了很多新安装的模组 以及安装的版型 在版型里头我们可能还建置了其他的templator 这些呢都要把它保留下来 另外如果在Size之外的其他地方你有移动到的话呢 这些档案你也要把它保留下来 再来是你原本网站里头的.htss 跟在网站跟目录底下的robot.txt 这两份档案可能你针对apache的存取规则呢有做了移动 于是你更改了.htss 或者呢你针对搜寻引擎 来到你的网站以后可以进行哪些搜寻 你在robot.txt里面呢也做了这些修订 因此这两份档案呢也要把它保留下来 接下来取得新版本 刚刚呢我们就已经取得新版本 并且把它解压缩到桌面上面来 大约我们处理完以后呢会把它放到我们原来 主婆系统所在的路径上面来 第五档是在你取得的新版本 并且压缩到路径上面以后呢 再把你第三档这里所保留的 有移动的档案呢再放到你的新版本里头来 最后进入到你的主婆网站 并且执行update.php 让主婆系统执行一些资料库的更新 再来是第一次档检查报表 尤其是检查状态报告 看一下我们的更新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接下来第八档 确认你的settings.php 里头有一个变数叫做update free access 是不是已经又重新设为force 也就是设为for 最后再把我们的系统 由维护模式切回来到正常的模式 以下呢我们大概会是这样子进行 由于我们主要的异动呢 都放在size这个地方来 因此呢待会我们会把size底下的东西呢 复制一份到新版本里头来 再来再把新版本呢放到原来的路径上面来 OK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几个步骤 首先我已经把新的Drupal 7.2 已经把它下载下来 并且解压缩在我的桌面上 接下来我们把它打开来 再来我们要打开我们原来的Drupal网站的系统 再开启一份新的档案总管 接着来到我们目前的Drupal系统的路径上面 以我的电脑来说我是放在temp703里头 在temp里头呢它的所有网站都放在htdocs这个目录底头 我们的网站是mydrupal7 进来了以后 很幸运的是在我们这个示范课程中 我们所异动的地方通通是放在size这里头 因此呢我们只要把这个size搬过来到新版本里头来 同意它置换 并且呢复制并取代 套用所有的异动 现在我们已经把原来网站里头的size的所有资讯呢 都放到新的版本里头来了 如果你在原本的Drupal系统里头还有做了哪些异动呢 请你也把这些异动放到新的版本这边来 接下来我们准备把新的版本呢放到temp里头的网站路径底下 先回到旧版本这边 再回到temp的网站跟目录这边 首先呢我们先把mydrupal7 这个目录呢做一个更名 我们把它取名叫做mydrupal7old 接下来我们准备把新网站搬到temp里头的网站跟目录底下 先把这个关闭掉 然后把这个drupal7.2新的搬进来 请你注意到 我们原来的网站呢 目前已经把它更名称为mydrupal7old 而现在搬进来这个是drupal7.2的新版本 我们把它重新命名 把它改成是我们原来网站的名字叫做mydrupal7 接下来再来到我们的浏览器 再回到我们的网站里头来 再来到工具列上面的模组 进来到模组的管理界面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执行更新模组完成以后 必须要执行的更新程式 这个呢 请你看一下浏览器下面的状态列 它告诉我们这个网址呢 就是刚刚所建议的update.php 执行update.php 可以让Drupal系统进行一些新版本之后的资料库更新 我们来点亮更新程式 也就是update.php 在进行update.php的时候呢 它还是会提醒你 你要备份你的资料库 备份你的程式码等等的 因为我们是课程示范 所以刚刚这两个动作都没做 不过请你注意到 如果你是进行正式的更新的情况下 这些动作都不可以跳过 OK 我们按继续 一共有14个可用的更新 好 我们按套用 现在它进行更新了 现在更新完成 再来我们再回到首页 来到首页之后呢 我们再来到工具列上面的报告 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状态报告 OK 目前我们的Drupal呢 已经变成的是7.2 我们针对Drupal系统的核心的更新呢 目前已经完成了 在这个课程中 我介绍你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而且呢我们跳过了备份的步骤 其实备份的步骤是非常的重要的 同时如果你要进行Drupal系统的更新 请你先在测试网站上面呢 进行测试 验收完成以后呢 再对你的正式网站 进行系统核心的更新 以上这一节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接下来请你进入下一节 我们要来介绍在珠博系统中 语言翻译的管理